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你这个呢 我估计还只有在六个人中 当然不是最大的 但是它的特色是白色 是白颜色的 一般的西角大家看都是中黑色的 中红色的 但是它是白的 白西在非洲西里边呢 比较少见 它这个做工是晚清时期的广东地区的做工 非洲西水路到达广州 广东地区就地雕刻 就地销售 所以这个就是广东地区雕刻的非洲西牛角 但是呢 做工相对比较为内地的做工粗糙 综合起来来说 西角现在是珍细物主 它的雕刻品数量有限 离这个世间晚清时期的西角雕真品 谢谢老师